郭广昌继续卖卖卖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即2019年将广州复兴国际中心南塔出售给新加坡丰树集团后 复兴国际于近日又将项目北塔售出 正式退出南方总部大楼 接盘方是知识城集团下属控股公司广州知桥有限公司下称广州知桥 这是一家成立于2023年3月注册资本1亿元 从事投资物业管理和租赁的公司 由知识城集团和乔新集团各持股90%10% 至此复兴国际中心的南北塔分属二主 南塔更名为民风广场北塔更名为开源广场 目前交易双方均未公开售价等具体交易细节 一位不愿据名的业内人士称 从目前市场情况看 爬州写四楼市场相对疲软 不仅控制率有所提升 带看量也比较少 复兴卖掉南方总部 复兴国际中心北塔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 其中主塔楼高约220米 复塔60米 定位为国际超假及写字楼 早在2022年8月 北塔就传出拟售信息 传闻称一家城投公司将接盘 时隔近一年 交易达成 接盘者为广州黄埔区 屈属国企知识城集团 和豪宅开发商乔新集团 天眼查信息显示 今年3月10日 复兴国际中心项目开发公司 广州市兴建兴越 房地产有限公司 完成股权变更 复地集团全资子公司 广州市复兴南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退出 广州支桥 成为持股100%的唯一股东 5月21日 知识城集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 官宣称 此笔收购 是抓住疫情窗口期 获得广州核心区域优质物业 有力拓展了经营版图 同时 一入乔新集团参与收购 也是通过灵活合规的合作机制 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近年稍显沉寂的乔新集团 开发了惠桥新城 惠景新城 惠岳台等广州知名楼盘 尤其惠岳台至今堪称广州豪宅标杆 成交单价 不断刷新广州楼市记录 复兴国际方面则相对低调 至今尚未发布相关信息 时代财经尝试询问交易细节 相关人士也未给予明确回复 复兴国际是早期进入广州 爬州片区的企业之一 2015年6月 爬州电子商务区七宗地 以组合搭配形式出让 阿里巴巴 腾讯 国美和复兴 拿下四宗组合地块 复兴斩获的土地总用地面积 约2.21万平方米 这也是当日最贵地块 总价32.05亿元 当时复兴国际 拟再次打造 由高180米和200米的双子楼 组成的广州复兴国际中心 并计划将复兴南方总部 落户广州爬州 再次打造金融风潮与健康风潮 不过 自2019年起 复兴集团便开启低调卖卖卖的节奏 南方总部大楼成为首批 被摆上货架的资产 2019年3月 广州复兴国际中心尚未落成 南塔地块便被卖给了 新加坡风树集团 交易总价为42.9亿元 单价约3.9万元每平方米 风树集团将其更名为 明风广场 2021年3月实现交付 2020年10月 广州复兴国际中心 启动全球招商 复兴相关人士表示 复兴在大湾区布局的不少产业 有望入住 推动形成 复兴生态系统的成熟效应 2021年 项目正式交付使用 吸引了马仕基 安典科技 澳牛投资 美餐乐等企业进驻 但在频繁的出售资产潮中 这个南方总部还是难逃 被复兴卖掉的命运 处置资产是过去几年里 复兴系的常态化动作 尤其是步入而立之年的2022年内 复兴系套现的上市公司 除了中粮科工 新华保险 海南矿业 青岛啤酒 金辉酒 中山公用 南钢股份 三元股份等 还包括玉元股份 复兴医药 复兴旅文旗下资产 2022年年报显示 其于2022年6月以来 加大了资产退出力度 集团层面签约口径超400亿元 回笼现金近300亿元 年报同时透露出其债务压力 2022年业绩会上 复兴表示 去年财务层面的工作 重点在于持续缩减债务规模 加强流动性管理 而截至2022年底 其总债务仍达2269.2亿元 总债务占总资本比例为53.2% 同比减少0.7个点 较2022年中期下降3.6个百分点 郭广昌热中建地标 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复兴国际创始人 郭广昌不仅擅长资本运作 也热中造地标建筑 城市名片 2022年3月 复兴国际以63.42亿元 收购了上海外滩金融中心 以下简称 BFC物业所属公司 50%股权 进而持有了BFC物业全部权益 BFC总建筑面积超42万平方米 市集办公 购物 艺术中心 酒店 健康管理等多业态 于一身的外滩地标建筑 将BFC全部纳入囊中 复兴国际用了12年 经历了股权纷争与进退 2010年2月 上海政大以92.2亿元净得当时 全国总价最贵土地外滩8-1地块 但迫于资金压力 将该地块授予于浙江复兴 杭州绿城共同持股的上海海之门 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海之门 复兴国际持有海之门50%股权 但此后不久 SOHO中国宣布 以40亿元收购上海政大 杭州绿城所持有的项目 50%股权 此举遭到复兴国际强烈反对 一怒之下对补公堂 胜诉及重组海之门后 复兴国际于2015年 获得上述地块全部股权 不过夺回全部股权后 复兴国际却无力独资开发 不得不以项目50%股权为代价 于2016年底 引入了中原信托 后期辗转 此50%股权 为中融国际信托所持有 直到2022年 被复兴重新购回 虽然持股方多次变更 BFC外滩金融中心 在曲折中得以建成 于2019年底正式对外开发 复兴国际2022年年报数据显示 BFC办公楼 商业在出租率及单价 两方面表现稳健 录得运营总收入8.06亿元 同比增长2.3% 运营EBITDA为5.28亿元 同比增长10.8% BFC是复兴国际的风潮标杆项目 风潮城市是复兴国际 面对不断升级的城市发展 及管理需求 所提出的产城一体解决方案 目前在全球已经形成了 金融风潮 健康风潮 文化风潮 时尚风潮 旅游风潮 科创风潮等多个大类的 风潮标杆产品 其2021年年报显示 风潮类资管 涵盖地产类项目 致力于打造当地地标建筑为主的 旗舰作品 近年来 复兴国际在全国乃至全球多地打造 或收购地标建筑 如2013年收购纽约地标建筑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 后更名为Liberty 28 在三亚海棠湾建设了中国第一座 全球第三座亚特兰蒂斯酒店 还在北京 重庆 济南军打造了复兴国际中心 而在建的金融风潮武汉 BFC复兴 外滩中心 规划高度470米 要成为武汉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而热爱地标的孤广昌 此次却卖掉额 曾被寄予厚望的南方总部大楼 各种缘由和打算 值得考建 谢谢大家